于小静背着家人 开了一家自动售货的成人用品店 那天 他的售货机缺货了 里面有款女性情趣用品 本来好多天都没卖出去 但那天不知吹了什么妖风 东西突然就被人家一扫而光 他兴奋异常 忙备上货就去装机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 当时正黄昏 于小静提了货走进店里 打开售货机正在装货 外面突然幽灵搬闪进来一个男人 于小静有些害羞 不敢看男人的脸 那人走到他跟前站定 一动不动 于小静以为对方是来买东西的 就没有抬头 他一边把货往机里塞 一边让对方稍等 他马上就好 男子问于小静 说这东西能不能给他看看 于小静脱口而出 说这是女人用的 他忍不住回头看了看男人 他个子高高的 半长的头发遮着了半边眉头 双眼皮大眼睛 白静的脸上带着一丝坏笑 他说就算他不用 他也能看看 于小静认为他又不买 看了有什么用 男人对于小静说自己不买 机器里的东西他以为是谁买的 于小静瞪大了眼睛 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这哥们 真奇特 于小静回过神来 忙把手里的东西递给男人 接下来的一幕于小静简直惊呆了 只见男人打开包装盒 拿出那玩意翻来覆去 看了又看 像是在研究一件古董 男人看一会 突然问这玩意好不好用 于小静认为好不好用 也不关男人的事 随后男人叫于小静 都把这些货退了 用他们公司的产品 不管是材质 还是体验绝对比这好用的多 也安全的多 搞半了天 于小静这才知道 男人是推销产品的 男人对于小静说自己想联系他 但是他这上面连个电话都没留 自己只好出此下策了 于小静却拒绝用他们家的产品 男人从自己包里掏出一个产品递给于小静 说他们的产品质量好不好 他不妨拿去找些行家来体验 对比一下 当然 他自己亲身体验一下也行 于小静满脸通红 怒声说了句滚 于小静把男人推出门市 他虽然在经营着成人用品 可他却是正经女孩 绝不是这家伙想象中的那种轻浮之辈 男人解释说自己不是那意思 他们都是做这个生意的 他应该知道 一个好产品才能给他带来好收入 不要忙着拒绝 先了解一下产品 说完 男人就把手里的产品放在机器上 转身走了 于小静看男人走远了 这才把店里收拾好 最后 他鬼使神拆的把那东西放进自己的包里 第二天下午 趁家里没人 于小静把自己关在卧室里 悄悄把那人给的东西拆开 材质确实不错 动力也是恰到好处 这种产品应该很受女性欢迎 于小静拿起手机想给男人打电话 可是输了电话号码 却怎么也没脸拨出去 他一想到男人出现在门市里的场景 就面红心跳 他到底还未婚 到底还没学会从容淡定的面对这种事 于小静正纠结 手机突然响了 是母亲打来的 让他快收拾一下 最好化个淡妆 说家里要来客人了 这老太婆可真狠 见女儿不肯出去相亲 干脆直接把男人往家里带 于小静手忙脚乱把家里收拾停荡 有些忐忑起来 也不知老太太这次带回一个什么样的货色 正在想 外面的门铃响了起来 于小静起身开门 母亲站在门口 母亲身后跟着一大妈 这大妈一头卷发 身着淡黄色毛衣大衣 看上去又潮又气派 而她身后紧跟着一位高高大大的家伙 待于小静看清她的脸 瞬间屎化了 这人赫然是给她推销成人用品的的那位爷 两人脸上都无比尴尬 于小静侧身站在一边 前面两人先进屋 那位爷迟疑了一下 爷只好跟着走了进来 母亲招呼他们坐下 接着就开始给小静介绍 说这是吴阿姨 这是吴阿姨家少爷刘雨凡 他笑了笑说阿姨不用介绍 其实他们早就认识了 他们生意上还有往来 阿姨的女儿可是她最重要的客户 于小静母亲问刘雨凡 他们是做什么生意 他怎么没听小静说过 于小静一颗心差点提上了嗓子眼 这生意可怎么也不能让母亲知道 于是盲对男人使了个眼色 还好她立即心领神会 随口说他们还在准备 产品她已给小静看过了 也不知小静打不打算和她合作 于小静白了男人一眼 感觉脸上开始发烫了 于母去厨房弄饭 吴阿姨为了给年轻人创造交流机会 忙跑去里面帮忙 于小静巧声问刘雨凡 他怎么来了 刘雨凡说他妈怕他娶不到老婆 拿着他的相片去公园的相亲 搅替他相亲 结果遇上于妈妈了 两人一拍即合 非拉上他来于家拜访拜访 于小静苦笑不得 为了让女儿早点脱单 老太太简直把心都操碎了 他已记不清老太太 已带回家多少个陌生男人 但大多数都是见光死 于小静正发愣 刘雨凡冲他眨了眨眼睛 说他怎么没给自己打电话 又问他那产品他觉得怎么样 于小静说不知道 还没找到人事 刘雨凡笑了笑 提议他直接给小静扑货 人家拿了这个产品去 可都卖爆了 而且用过的都介绍别人来买 都说好 于小静问刘雨凡 他是来相亲的 还是来推销产品的 刘雨凡认为两样都不耽误 也许以后 他就可以向别人诠释 什么叫爱情事业又丰收了 于小静差点没晕了过去 刘雨凡接着又眉飞色舞 笔声说起他的公司 他的产品 于母从厨房出来 无意间听到 忍不住问刘雨凡卖的是什么产品 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 还说要拿一个来他用用 真好用了 他也给刘雨凡宣传一下 刘雨凡差点笑差了气 说这个产品是年轻人用的 阿姨怕是用不上了 于小静狠狠地瞪了他两眼 问他妈知道他在卖这玩意 刘雨凡说这哪能让他妈知道 就在两人巧声交谈时 厨房里突然啪的一声巨响 接着一只大老鼠就像剑一样 从里面窜了出来 于母跟在后面失声惊呼 说快打老鼠 这只老鼠窜进家里好几天了 怎么也捉不到他 后来才知他躲进客厅电视墙的家层里了 于小静想尽了办法也没把他弄出来 没想到现在他居然现身了 于小静一个剑步就围堵过去 没想到老鼠折身就拐进了自己的卧室 于小静想 卧室里可没有电视墙让老鼠躲 今天他是死定了 于小静下达命令 今天必须把这只老鼠给他灭了 四个人一起奔进了卧室 刘雨凡抄起一个扫把 吴阿姨抄起一把电文拍 于母抄起一把托把 于小静关上门 拿起晾衣棍趴到床下 可是床底没有 梳妆台下也没有 老鼠能去哪 于小静转过身 就看见衣柜门有一条缝 老鼠一定跑进衣柜里面去了 他无法想象老鼠钻过的衣服 自己还怎么穿 于小静心急火燎的把衣柜门拉开 在底部的柜里鼓到了一阵 但都不见老鼠现身 老鼠聪明的紧 此时一定躲进某件衣服里一动不动了 于小静急得简直快发疯了 他把衣柜里的衣服全抱在床上 一件件使劲抖动 可糟糕的是并没把老鼠抖出来 却反而把藏在衣柜里面 那件伟大的神器抖落在了床上 这神器正是刘雨凡给他的体验装 前一阵子 于小静试用过之后 就把神器塞入衣柜里 可他没想到在情急之下 自己不但全然忘记了神器的藏身之处 而且还一股作气把他翻出来 正大光明的暴露在众人的面前 那是多么激动人心 多么丢人现眼的时刻 三个人的眼睛先是齐刷刷的盯着于小静 然后两位老太太修得赶紧别过脸去 而刘雨凡却盯着神器 愣在当场 吴阿姨干脆转身往外走 于小静气得一把抓起神器就砸向了刘雨凡 说都是他干的好事 两位老太太这时又齐刷刷的转过身 盯着于小静 齐声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于小静指着刘雨凡 说这不关自己的事 这玩意是他的 两人的眼睛睁得鸡蛋大 吴阿姨更是一脸不可思议 说雨凡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雨凡的东西怎么在他的衣柜里 越描越黑 于小静蒙着头 大声吼叫 让他们全都出去 这世上没有比这更丢脸的事了 客厅里 于小静听见母亲一直不停的给他们道歉 吴阿姨更是责怪儿子 要他说出这神器怎会和他有关系 刘雨凡提高了声音 让长辈们可以说点其他的 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 于是 客厅里一下沉默了 刘雨凡走到卧室门口敲了敲门 叫于小静门开一下 他来抓老鼠 于小静把门打开 刘雨凡拿着手机进了门 几声猫叫从手机里传出 老鼠闻声就从衣柜顶格里窜了出来 刘雨凡飞 刘雨凡飞起一脚踩过去 没踩中 他又是一个连环脚 还好 总算踩中了老鼠尾巴 老鼠正不脱了 于小静满腔怒火 右脚以千金之势踩在老鼠身上 他把老鼠踩得稀碎 总算出了胸中恶气 这下老鼠是被消灭了 可屋子的气氛一下就变得沉重怪异起来 后来开饭了 大家叫他吃饭 于小静却始终躲在卧室里 不肯出去 再后来 一直到他们就起身离开 他也没脸出去和他们打一句招呼 于母送走了客人 闯进卧室就是一顿臭骂 说叫他早一点触对象 早一点成家立业 他偏不 现在可好 自己这张老脸都给他丢尽了 于小静恼羞成怒 对母亲说自己的事不要他管 母亲没经过自己同意 就把男人往家带 这下让他丢脸也是活该 于母指着他 气得说不出话来 于小静定了定神 忙掏出那张名片 加了刘雨凡的微信 然后对他说今天的是 他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还有让他妈也把嘴巴闭好点 否则要了他的命 刘雨凡回复说他绝对保密 还告诉于小静 他妈对这是保持理解 他妈还再三交代要他正确看待这事 小静这种宁缺勿滥的作风 比那些四处约炮的人强多了 于小静回复刘雨凡 说要不是体验他那破产品 自己也不至于出那么大的丑 过了几天 于小静心情总算平息下来了 事情都发生了 再怎么着也于事无补 思前想后 他决定还是上刘雨凡家的产品 再怎么 也不能跟钱有仇 说干就干 于小静掏出手机就给也打电话 让刘雨凡扑货 刘雨凡来给于小静扑货那天 于小静早早去小门市等他 可于小静没想到 他早到那里了 两人相视一笑 于小静打开机器 刘雨凡就把东西往里塞 于小静问可不可以东西卖出去再结账 刘雨凡表示没问题 于小静又问万一没人买怎么办 刘雨凡叫他放心 说现在的单身女性多了去了 再加上工作生活压力巨大 这玩意对他们来说可是刚需 之前有一个同城快递的哥们还告诉刘雨凡 有天晚上 他接到一个单子 有位女士曾打电话请他跑腿 让他去买这东西 他们依赖上这玩意之后 反而更不信任男人了 而实际上 这些玩意再好用也是没有灵魂的 哪急得上站在眼前那个活生生的人 可以陪自己说陪自己笑 于小静转过身看刘雨凡 刘雨凡静静的站在他身旁 眼里的柔情几乎都要溢出来了 于小静别过脸去把机器锁好 然后对刘雨凡摆了白手 说了句白白 刘雨凡忙叫他别着急走 问他接下来 他们该怎么发展 于小静提议说刘雨凡先把他这家店 发展成上市公司 刘雨凡捂着肚子蹲了下去 直呼味疼 第二天早上 于母出去了 于小静正在家里睡懒觉 外面的门突然咚咚响了起来 他睡眼惺忪的打开门 发现刘雨凡正站在门口 他有些意外不知道刘雨凡来干什么 刘雨凡解释说他家的厨房下水道堵了 于阿姨叫自己过来的 他只好把刘雨凡放进屋来 厨房的下水道三天两头堵 请人通一次就要一百多块钱 可是通了没几天又堵上了 于母为了这事 确实伤透了脑筋 厨房油污多 而下水道的管道又细 这问题简直无解 刘雨凡二话没说进了厨房 拿出一条长长的小指粗的弹簧丝 于小静看见他缓缓的把弹簧丝揉进了下水道 他鼓到了一阵 于小静在放水时 水就哗啦啦畅快无比的往下流了 于小静问他怎么收费 刘雨凡说免费 还说于小静家何时需要 说一声 他就何时来 于小静招呼他坐下 又是泡茶 又是削苹果 然后刘雨凡邀于小静看电影 他没答应 邀他玩剧本杀 他也没答应 刘雨凡只好灰溜溜的走了 临走还把那根长长的弹簧丝留下了 可让于小静没想到的是 没过几天 下水道又堵了 于母又要叫刘雨凡 他忙拦着母亲 于小静向来是不喜欢欠人情的 他戴上手套 把弹簧丝往下水道捅 可插下去一小段就插不动了 于是他用力转动弹簧丝 只等他拐了弯 于小静又继续捅 十来分钟后 于小静就掌握方法了 心想 这世上就没有能难倒本姑娘的事 五米长的弹簧丝只剩一尺来长了 于小静兴奋不已 这次通得可真彻底 下水道一定可以多管些十日了 他拽着弹簧丝抖动了几下 接着就往外拔拉 结果糟了 弹簧撕拔不动了 于小静用尽了吃奶的力气拉 把弹簧都拉直了 可就是拉不出来 弹簧在里面掐死了 如果再用蛮力拉 把弹簧拉断在里面 那就更糟了 于母站在一旁 不停地埋怨 说叫他别搞 他偏要搞 现在好了 取不出来 老太太一脸焦急 于小静也急了 忙慌乱地转动弹簧丝 结果弹簧丝像被贪吃蛇咬住了一样 不断往下掉 结果只剩一个弹簧投留在外面了 他立在当场 脸上的汗水大颗大颗往下砸 这就是自作聪明的下场 这时 于母只好后期脸皮拔通了刘雨凡的电话 刘雨凡问清情况 二话没说就来了 他先拔拉一阵也没拉出来 转头往外面跑 过了十来分钟 也不知从哪弄来一把电钻 他把弹簧头卡在电钻里 让电钻逆时针转一下 停一下 转一下 停一下 这才把弹簧丝一点一点退了出来 于小静这才长长的松了口气 两人眼神再次相交时 发现彼此眼神里的东西都有了变化 刘雨凡弄得满头大汗 于小静给他擦汗 又招呼他洗手 还亲自下厨弄了几个好菜 被刘雨凡一扫而光 两人就这样开始交往起来 可是于小静怎么也不愿意去刘雨凡家 不管刘雨凡如何邀请 他就是不去 刘雨凡不解的问 说他不去自己家 是不是他以后嫁给自己了 他都不去 小静蒙着脸 说他实在不敢去面对阿姨 一想到上次 他就恨不得一头撞死 刘雨凡解释说他妈不会笑小静的 还说现在可以不去 但他过生日那天 小静就应该要过去了 刘雨凡要求了半天 于小静才答应去参加他的生日宴会 生日宴会在刘雨凡的家里举行 那天 于小静打扮了一番 提着生日蛋糕有些忐忑的来到刘雨凡家里 尽管他已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可当他面对吴阿姨时 他还是叫了一声阿姨就默默垂下了头 到场的有十来个人 男男女女都有 大家先是吃饭 吃完后正准备点蜡烛 外面的门被敲响了 刘雨凡去打开门 一个快递员站在门口 他身旁有一大箱子 刘雨凡和快递员嘀咕了几句 就签收了 他把东西搬进屋 大家这时就起哄嚷嚷嚷 说这是谁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这么大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 快打开瞧瞧 刘雨凡二话没说 就拿起刀子划开了箱子 就在那一瞬间 于小静的呼吸几乎为之停顿 箱子打开了 刘雨凡把里面的东西一点点拖了出来 大家全都睁大了眼睛 只见刘雨凡从里面拖出一个人来 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 看着这女人坚挺的胸部 圆润的臀部 客厅里的空气像是一下凝住了 这是一个相当逼真的成人娃娃 硅胶做的皮肤几乎已假乱真 刘雨凡尴尬的笑了笑 然后迅速把东西塞进了纸箱 所有人的脸上都僵住了 有位哥们实在忍不住笑出声来 说没想到凡割好这一口 刘雨凡有些慌乱 他强装镇定的笑了笑 说不瞒诸位 这玩意是公司的 他搞望修改收获地址 没想到寄到家里来了 刘雨凡脸上的尴尬在众目睽睽之下 简直无处躺藏 脸上脖子上全都红透了 这时 吴阿姨脸色铁青 指着自己的儿子 说以后这鬼东西别寄到家来 为了打破这种尴尬的气氛 于小静举起酒杯走到刘雨凡的朋友们面前 说他敬大家一杯 记着男同胞有需求的可向雨凡下单 雨凡公司就是卖这些玩意的 他还认为他们女同胞怎么越来越没人要了 原来市场都被占领了 看来国家的人口还要下降 于小静还没说完 吴阿姨就一脸着急地把他叫到一边 他不停地解释 道歉 这是多么似曾相识的场景 生日宴会的欢乐气氛 一下被这不速之客给破坏了 整场宴会一下变得索然无味 大家相继散去 于小静也起身告辞 刘雨凡送他到楼下 他忍不住问刘雨凡 这东西是不是真是他公司寄来的 刘雨凡笑了笑 这其实是他故意记得 他说小静在他妈面前出过丑 他也在大家面前出过丑 这就扯平了 小静再也不要怕面对他妈了 刘雨凡说完就把于小静拉进了怀里 他想正也正不开了 刘雨凡抱着于小静 他是背对着楼梯口的 而于小静却是面对着楼梯口 这时 于小静看见吴阿姨正把一个纸箱使劲往外拖 他在刘雨凡的耳边轻声说快松开 阿姨来了 刘雨凡像触电一样 帮忙把他松开 吴阿姨把纸箱拖到刘雨凡面前 叫他把这东西扔了 他应了一声就去搬箱子 吴阿姨一把拉着于小静的手 叫小静别介意 他保证 雨凡以后绝不干这种糊涂事了 于小静说雨凡是该好好管管了 还叫吴阿姨放心 这事以后交给他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